Hello,你好,我是牛奶爸 上礼拜我们发出LINE AT有很多人的回答 就是针对这个传直销如何经营好的这个问题 遇到了哪些瓶颈 然后大家给我的一些回馈 那我把它整理成这个新制图 那我这个主题呢 我把它取名为内向性格如何做好传直销 其实有很多朋友 他的个性是属于比较内向的 那可能不是有没有那么多朋友 也不是每天在外面交际应酬 那没有那么多的管道去交朋友 可是呢又很想要做好传直销 那传直销这个行业呢 我从20岁的时候就开始接触 到现在已经40几岁了 其实对这个产业有 应该说又爱又恨吧 我爱的是他这种制度 他很让人感觉到他是一种被动收入 而且可以持续一直有永远不断的收入进来 只要你爬的位置越高的话 你好像就可以做得越稳 但事实上呢又不是真的百分之百如此 其实越上位的人呢 也其实有时候也是蛮紧张的 有时候一个不小心整个组织就垮掉了 崩盘了 这个也是非常有可能的 那今天没有讨论这些 那个在以后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 我们可以再来讨论 其实每一家传直销公司都有它的好处 也都有它的坏处 所以我们今天主要是针对 假设你真的很想要赚钱 你真的对传直销中组织非常有兴趣 可是你的个性又是属于内向害羞型的 我们这个主题可能就适合你 内向性格如何做好传直销 里面呢很简单的分成两部分 就是如果你要做好传直销的话 第一个你要懂得怎么样找人进来 所以就叫做进人 第二个人进来之后呢 你要知道怎么样把他们留住 所以叫做留人 哦这这么简单 传直销就很简单的原理 就是只要能够进人 然后再把人留住 那你的传直销事业就可以做得很好 因为进人不容易留人也很难 好那我们先分析一下 进人的管道 网路陌生开发 我把它简称网路陌开 另外一种叫做马路填问卷陌开 这个以前我们也常常做 第三种找缘故就是你的亲戚朋友 那这个以前我们也常常做 那马路填问卷陌开 跟找缘故亲戚朋友 这个呢我把它标成红色的线 代表 哒哒 我们不要做这件事情了 所以呢 我们要找的是志同道合的人 就是我们要找那些 他们就是不喜欢去马路叫人家 叫路人填问卷 因为这个很尴尬 他们也不喜欢去找自己的亲戚朋友 因为这个压力很大 所以这两条路我们不要走 我们要找志同道合的人 哪些人呢 就是一起喜欢在网路上做陌生开发的人 好 网路陌生开发呢 又牵涉到几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你要会制作网页的表单设计 表单设计要做什么呢 就是要让客户留下资料 以便后续再跟他做联系 在表单设计里面 我们可能使用的工具 第一个Webri 你可以简单的做网页 单一网页 或者是利用Google的Blog 做单一的网页 或者是用Google的表单 做单一的网页 那我这边有个课程 A3-5 A3-8 这个是我的 这个超连结点击之后 就可以连到我的课程页里面去 那这是我们懒人包课程里面的 那因为这个章节呢 我把它整理出来这个影片呢 主要其实也是给我的学员去看 因为课程很多 可是各行各业的同学也很多 那每一个行业别呢 会用的工具 其实都在网络行与懒人包的课程里面的 但是很多同学不知道自己的行业别 到底适合用什么样的工具 所以今天我才整理了一个 ok如果你是传职效益的话 你可以先从这几个章节开始看 好我们继续讲 那你会了这些工具去制作表单之后呢 我们要留资料引导到线下或者是线上说明会 做这个表单的目的就是希望访客去留下资料 留下资料要干嘛 当然就是把他们的资料留下来之后 引导他们到线下或线上的说明会啊 进一步的做说明那当然线下会比线上更好 因为面对面嘛 面对面感情就会更好 看得到你的表情 会增加更多的说服力 更大的影响力 那线上说明会的好处呢 就是当然他可以在家里就可以看到哦 那可是他也有一些不好的地方 就是因为你看不到他表情 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甚至有很多是同业 再来呢 引导到他们 引导他们到线下或线上说明会之后啊 他们不可能当下就直接成交 当然有些比例是有可能的 那有很多大部分的比例是不太可能当下就成交的 那怎么办 就是后续我们可以用FB聊天机器人来持续保持联系 刚讲了这个表单 你收集到的表单包含什么东西 包含客户的也许是他的Facebook帐号 所以你就可以利用聊天机器人群发的功能 跟他们持续做联系 或者是你收集到他们的email 你可以用email的自动化联系 email发信 自动化发信 或者是你收集到他们的Line 好你用Line at 持续跟他们做联系 做群发 那这三种工具呢 都可以跟客户持续做联系 当然还有一个简讯 我就没有再列出来 因为简讯是每通将近要一块钱的 那如果说你们没有收集到手机 那你们只要收集Line email 或是脸书账号 这个都可以 利用这些工具跟他们持续保持联络 那持续保持联络的目的就是建立信心 并且成交 我写了不断重复四个字很重要 因为我刚刚讲了 不见得在第一次的线下 或线上说明 或就成交嘛 所以呢 你持续跟他们保持联络的好处就是建立他们的信心 而且不断重复做这件事情 持续保持联系 好了 再来 表单设计你会了之后 知道怎么去留下客户资料之后 又知道怎么跟客户持续保持联系之后呢 我们要了解的是 你要怎么去做文案啊 怎么去做图文的文案 或者是影片的文案 否则你这个表单里面空空洞洞 你根本不晓得要写什么内容 怎么可能去吸引他们留下资料呢 所以你要知道文案怎么写 好 那文案也可以是影片 如果你觉得你的文笔不好 你不想要用写的 OK 你觉得你很会讲 那你就把它录成影片 那传直销它有个特性 就是它可以复制 所以呢 这个影片搞不好不用你自己录 你可以找口才很好的上限 也许你口才不好 但是你找你的上限 口才很好的上限 常常在讲台上面讲话的那些人 可以请他们录影片 那这个影片呢 你们当然要事先构思好 怎么样子的影片 可以吸引人家来填写表单 把它留下来 所以这是传直销的好处 就是从上面的上限口才很好 复制的影片呢 放在网路上去收集名单 那名单呢 就可以被你所用 影片可以大量的复制 每一个下限呢 只要是在他闪下 上限愿意提供这个影片的话呢 每一个下限都可以拿来用 然后拿来收集名单 那这个名单是你自己的 也不是你的上限的 你只是迁入你上限的影片 这样了解吗 那这个表单 所以一定你要会制作啦 然后里面去放这个影片啦 或者是这个文案啊 然后呢 这个文案的特色要包含 适合对象 也就是说你今天想要去 Recruit的 就是要增援的这些人呢 他们是什么样的人 适合对象是谁 你要把它写清楚 团队特色是什么 就是我们这个团队 跟别的团队有什么不一样 因为传职销公司 那么多 每一家公司都那么大 每一家公司里面都那么多团队 你们的团队跟别人的团队 到底有什么特色 有了与众不同的特色 人家才会想加入你的团队啊 否则我一旦知道你是哪一家公司 我就直接去找这家公司的 比较好的团队他自己去找了 变成你只是个炮灰 告诉他这个资讯 我们公司很好 我们产品很好 但是他不加入你的下限 他跑去加入别人的下限 所以这个团队特色一定要写好 再来当然就是有吸睛的标题 这是文案的最重要的特点 就是你没有一个好的标题 人家根本就不会点进来看 然后呢 你要告诉客户 他的痛点是什么 比如说他朝九晚五 每天上班很累 但是呢 永远存不到足够的钱 可以买房买车 这个就是客户的痛点 你要把他点出来 那为什么做跟着你做之后呢 他就可以解决这些痛点 那你要把他讲出来 把你的特色讲出来 那你们公司产品的特色是什么 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 这个当然也要讲 好处与价值是最重要的啦 加入你的团队到底有什么好处 到底可以得到什么价值 这个就是你文案的重点 好再来啦 文案写好了 表单做好了 但是你不知道怎么去曝光 你这个网页有什么用 没有用啊 没有人看到 所以在网路开发里面呢 还有第三点 你要学会网路曝光 你要去哪里曝光 你可以去YouTube影片曝光 你可以做影片 放到YouTube上面去 你可以去买付费的广告 譬如说IG的广告 Facebook的广告 你可以做广告文案的调校 广告并不是打出去就算了 也还有很多要调整的细项 如果广告效果不好 你要知道怎么去调整 还有影片制作剪辑 好这个影片不是你随便 录一录就上传了 你要把它做适度的剪接 让人家看完之后吸引它 所以这个在我们的课程B2 课程A4、课程A10、课程B1都有教到 好了 那陌生开发呢 这个就是属于进人的阶段了 进人 进人 这些 我刚刚讲的很快 就这些了 这是一个大方向 再来就是怎么样留人了 好 留人呢 已经好不容易进来了你的团队 那么学会复制上线的进人流程 就是这些留下来的人 他们一定要学会的事情 所以包含复制上线做好的网页 文案和影片 如果连这个都学不会的话 我看也不要做了 不要错网路行销了 再来修改表单 填写后的收件人为自己 这个很重要 你不要把上线的销售页 名单收集页Copy过来之后 然后表单也没有把它修改成收件人之自己 结果每次收集到的名单又跑到上线那边去 那你就白做工了 所以修改表单填写后的收件人为自己 非常重要 让这个访客填写完毕之后 这个资料会跑到你自己的email信箱去 再来通知填表人参加线上或线下的说明会 既然人家已经填表了访客有兴趣 他才会填写表单 那你的工作就是要通知他们 什么时候要去参加线上说明会 或者是线下的说明会啊 好 这个就是留人之后 留下的人一定要教会他们做这三件事情 结束了 这么简单 对 这么简单 在网路上做好传销事业就这么简单 你只要学会进人 然后要学会留人就好了 那中间还有很多步骤跟细项 到底有什么东西要注意的人 好 来这里 第一个 广告的目的是找到志同道合的人 我刚讲了 我们这一节主要讲内向的人怎么去做传直销 当然你外向的人要这样做更好啊 你内外兼备两个都做嘛 可是我们内向的人我们就是不喜欢跑外面嘛 所以我们第一个广告的目的找到志同道合的人 假设我们找到的人他也是跟我们的个性类似 他也是不想跑外面 他想要靠网络行销 OK 这样的人就是你的对象 第二个 信任上限才是成功的不二法门 信任上限是成功的不二法门 如果你自己是上限 你要找到你的下限 这个人如果他不信任你 他就不可能成为你的下限 相同的 你的上限找你 如果你不相信你的上限 不相信他的方法 你不照着他的方法做 那你也不可能待太久 所以你相信你的上限 你的下限相信你 这个组织才能够绵延不绝 这个三角形的组织才能够非常的壮大 所以信任上限是成功的不二法门 如果有人开始产生的不信任 那就是崩盘的开始 第三公司不倒才是永续经营 这是我个人的体验 因为我以前20岁的时候 经营的公司倒掉了 好那这种例子屡见不鲜 很多传销公司最后都倒掉了 所以公司不倒才是永续经营的关键 第四公司不乱改制度 我团队才能够壮大 这个也是我朋友的亲身经验 因为他曾经经营Mosana 那个公司呢 因为团队已经破千人了 可是呢 因为公司制度更改了 大家奖金变少了 有的人就不爽了 所以就退出 一个退出 两个退出 三个退出 好多人退出之后呢 整个组织就很容易瓦解了 因为向心力不见了 所以公司的制度不要乱改 否则这个对团队的杀伤力非常强大 第五个 会员持续消费 大家才有持续收入 这个也是我个人非常心痛的一个特点 因为呢 我曾经做过某个公司 他们鼓鼓吹大家加入之后就是终身会员 只要一次性付费 你就是终身会员 然后呢 每个月都不强迫你重复消费 如果每一个人加入之后 都不消费公司的产品 你觉得后续大家会有收入吗 那就不可能了嘛 大家都不消费公司的产品到底要卖给谁 你是老鼠会吗 是不是 所以这个如果没有大家持续消费的话 这家公司就有问题 根本就做不久 因为大家都没有收入 公司没有卖产品怎么会有收入 只是一直在找会员 那怎么可能会有持续收入呢 第六个 提升自己的能力成为有影响力的人 这是一定到最后 你想要把传直销做很好的人 一定要去想到的一件事情 如果你只是靠着前面的这些方法 我去网络默开就好啦 然后进来的人之后呢 再叫他们去复制上面的这些事情 然后就照着这些事情再继续做就好啦 好 我跟你讲 有什么后果 如果大家都只做这些事情 到最后大家都变得没有特色 一个没有特色的人到后来他就不具备吸引力 更不可能有影响力 所以第六个 提升自己的能力成为有影响力的人 能力包括哪些 第一个刚刚讲的这些做网页的能力 这已经是基本能力了 第二个 你还是必须提升你的口才 你跟别人的沟通能力 所以你不只要做网页去进人 你还要学会沟通 把你的理念跟你的下限讲清楚 这样大家才会被你所吸引 愿意加入到你的团队 让大家一起共好一起进步 好 以上就是很简单的跟各位分享一下 传直销里面如果套用到网络行销的话 你要学会的这些简单的步骤 好说起来简单 但是事实上你要实践这些内容 你还是要花一点心力去想 当然你一定不要是想 只是想永远不会有结果 你要马上去行动马上去做 比如说我马上去开部落格 马上去做表单 表单到底怎么做 格式到底是什么 到底怎么样写字 怎么样写文案 怎么样放图片 怎么样录影片 怎么样去买广告 这些都要花一段时间去学习 当然如果你是传直销 好处就是我刚刚讲的 上限把这些全部都做好了 那他们也很愿意交 因为你是他的下限 这个是传直销最大的好处 如果是在一般产业的话 里面先进去的老人 他是不愿意 应该说有些人是不愿意的 不愿意去交新人 但是在传直销的行业里面 这个因为上限他想要赚钱 所以他一定会交下限这些方法 ok好这些方法你都学会了 之后呢 不管你要不要做传直销 这些方法都非常的有用 以后你就算不做传直销了 你要卖产品了 你要自己做电商了 你要自己做网络行销去卖商品 这些基本功能都是我们做网络行销 会用到的工具 好吗 ok今天呢 内向性格如果做传直销 我们就先简单介绍到这边 我是牛奶爸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